《希伯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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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是按照顺序 我们再一次回到《希伯来书》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从《希伯来书》的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都讲到的是 在真会幕里面的生活 其实就像是 我们 最起码 我们在分享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很期待 能够把上帝的话讲得周全一点 其实我们在看任何一节圣经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应该来讲 应该是 不是只是片段来理解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 就像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奇音的经文是 诗篇的第九几篇 九十二篇 你知道九十二篇是讲到的是 安息日的诗篇 其实你要是退一步 远一点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看见 其实圣灵宏观的作为 他从九十篇开始 九十篇就是神人摩西的四个 就讲到的是 讲到的 其实你要注意他里面讲到的是时间的问题 讲到的是时间的问题 讲到神在时间当中做主 然后九十一篇 讲到的是 神在各种的环境里面做主 然后九十二篇才会 再看得到 我们神他做主 他掌权 然后要把我们带入到什么 安息里面 所以 如果你没有前面那两章的铺陈 其实你在安息日 你只是看这篇的诗篇 不会说不好 但是你不会 有那么更澎湃的 感觉跟思想 所以同样的 我们在讲到 西伯来书的时候 那我们每一次 因为我们是隔了好几周 我们才会讲到下一章 那每一次在一章的时候 我们就会思想到说 那我之前是什么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想到说 那西伯来书 因为我有把大部分的经文 关于西伯来书的 其实西伯来书十章的经文都在内页 那西伯来书 他这一本我们称他叫做什么 叫做新约里面的旧约 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 他要讲的就是过河的人 那这个过河的人 他讲到的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那可是他也可以讲到的是 我们今日这一些你跟我 我们这一些已经有信仰的人 可是当我们在这些有信仰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不是只知道许多教义 只知道许多神学的问题 那你确实有没有进入到 神所给我们的美好当中 那那样子的应许 是不是我们也已经得着呢 所以西伯来书他提醒我们 我们称为主的这一位耶稣基督 那按着在西伯来书的一章三节里面说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因为神上帝是看不见的 他住在不可见的光中 所以只有圣子可以让我们看得见 那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出万有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宇宙 我们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 之所以还能够存在 是因着他的命令 而且他已经坐在高天自大者的右边 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规划 所有的治理都已经完成了 那所以呢 我们说这整个西伯来书 你我们读了以后 快速的这只有十来章而已 你读了以后 其实你会进里面发现 其实他说明了基督信仰真正的价值 不是从现在我们有一个信仰 有一个神可以帮助你 不 祂是要改变你 然后祂是探讨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 就是我们不只是现在我们还有永恒 然后有一条通往荣耀的路 是以前以色列人所不敢想象的 那是因着耶稣 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所以呢 他阐明基督救恩的永恒价值 永恒的价值是不仅只是救我们而已 是要使我们得着荣耀 这真的是这个希伯来书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是对所有的 已经有着救恩的基督徒们来讲 它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主啊 我们一同在祢的面前向祢恳求 主啊 谢谢祢将希伯来书赏赐给祢的教会 主啊 谢谢祢将那许多宝贝的应许放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还是恳求祢将那智慧与启示的灵赐给祢的教会 主啊 祢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渴慕 主啊 将祢的话语向我们来解开 主啊 使我们的心柔软 主啊 可以承接那永生的种子 使我们的心 主啊 实在祢的恩典之下 我们可以因着祢的话语 而能够有百倍的收成 父啊 人的话语是何能的有限 主啊 有祢来对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 维言主 祢今天是上午 主啊 无论是站着的桌子 使我们一同从祢面前领受那更新的话语 与更新的启示 改变我们 我们将这祷告 祈求奉靠耶稣的名 Amen 所以 希伯来书讲到的是一个完全的救恩 那 在希伯来书二章六道七节说 带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来管你 这是讲到 这是讲到神不仅只是把我们只是当一个人一样 祂希望我们能够跟祂一同做王 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意象 人人今时下敬天国与主同坐宝座 若是圣经没有应许 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意象 对不对 那荣耀的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救恩 这完全的救恩 他说讲到说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事合宜的 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界上面有什么 有苦难 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苦难而是荣耀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面 我们虽然会有一些的不如意 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的不容易 这些的不顺利 让我们能够看见它更遥远的 那永恒的盼望 以至于 以及我们能够学会顺服在神所掌权的 每一个环境当中 那一个这个完全的救恩 他讲到说是有一条完全的道路 那这个完全的道路 就在讲到我们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的第九章就讲到了一个完全的道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开始西伯来书九章的第一集到第二集 也讲到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因为有预备的会幕跟头一层的叫圣所里面有灯台 桌子和橙色笔 这一开始他就讲到了说 在这个会幕里面有什么东西 可是你不要忘记 在这个会幕以外的部分呢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会幕 那完整的会幕它有一个外院 然后你一进去就看见什么? 祭坛 然后有洗酌盆 那人在外面所看见的是什么? 献祭嘛 人在外面看见的这个是很热闹的 非常热闹的景象 杀鸡摘羊 然后献祭的人站在旁边 看着 他们要按手在这个牛上面 按手在这个羊上面 为什么? 为什么要按手? 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 联合的意思就是说 我跟这个羊 联合在一起 我的罪都在他身上 那羊如果愿意讲话 一定说不愿意 所以 OK 所以他们就是用了这样的 然后接下来 然后祭司就要把这个羊宰了 那宰了以后 然后所以那个献祭人就在旁边看 感谢神 那借着这个没有犯罪的羊 替我的罪付上了代价 那如今我成为没有罪的 那很多人就是 就是 所以在外面的动作是很复杂的 可是 可是站在第二层的里面 他就讲到说 第三节到第六节说 第二曼子后 又有一个帐幕叫做至圣所 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面有成马那的金冠和亚伦 发过亚伦的帐 并两块约板 那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 照着施恩座 那施恩座原文又叫做避罪座 那这几件 我现在不能够一一的细说 那这些的物件 竟然如此预备齐的众祭师 就藏进头一层的帐幕 行拜神的礼 意思 其实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就是意思 你在外面看到的 都是杀鸡窄羊的这些 没有记了 杀流窄羊的这些事情 可是 可是 我们的神 其实他期待的是 生命的成长 是一条里面的道路 是一条你怎么在圣殿里面 你献祭 你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至圣所 与神合为一 这是神一起投的心意 所以在那个里面 有一个叫做约柜的 那约柜上面 约柜下面是盒子 里面就放了麻辣 然后石板 还有亚伦发芽的帐 那上面两个基督伯之间 那个叫做什么 私人座 神在那里面与我们相遇 所以每一年大祭司 他带着这个动物的血 然后进到那个会幕里面 然后他要向私人座 用手弹这个血 然后私人座的这两个基督伯 如果他们看见了血 他们知道来的人的罪 在血里面被洁进了 如果 如果以色列人的大祭司 他们是一年才能够进去一次 7月10号 每一年的7月10号 是他们的赎罪日 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聚集 然后都会等待 看大祭司出来没有 大祭司如果有罪 就会被击杀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 让人害怕的地方 然后所以 这个 这里还讲到说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都是以前的 都是那个旧约的 也就是他写信给这个西伯来 西伯来人所熟知的 就是这一些的事实 但是 对我们而言 这条荣耀的道路 是基督已经来了 他一次献上他自己 而且用自己的血 献上一次 好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凭着这个血 都能够进入到什么 至圣所里面 那是神永恒的心意 其实 不要忘记 其实神一开始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讲到说 他想要的是什么 一个祭司的国度 可是以色列人失败了 所以以至于 在新约 神仍然不放弃 神的这个目的是没有改变的 他说我们是 这个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所以仍然神期待的一个人 能够在道神的面前 他必须是一个 祭司的身份 好 所以我们讲到 第十章 西伯来书的第十章 讲到隐儿跟真相 第一节到第四节 你们讲到他说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隐儿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每年 常见一次的祭物 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 献祭的事 岂不早已止住吗 因为礼拜的人 良心既被捷径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 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流和山羊的邪 断不能处罪 断不能处罪 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献祭的那些事情是影子 而真实的就是指向基督 有一天基督会来 那他来 他献上的是完全的 而这一些公流 这些公棉羊 山羊这些的血 就只是能够 这个献的祭能够除去人的罪责 赦免人的罪行 可是不能够改变人的罪行 生命是不能够因着献祭而改变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讲到影子跟食物真相 就是影子只是告诉你 你的罪被赦免的 是借着这些倒霉的动物 可是并没有完全 你会需要今天做 然后以后还要再做 然后讲到说 我们第二段就讲到 第五节到第十四节 讲到有两个现象 一个叫做站着 一个叫做坐下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 烦祭和赎祭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 凡祭和赎祭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那这都是按照律法线的 那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是出自于诗篇 那撒末尔祭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因为这个扫罗 他等候这个 这个撒末尔等候了太多天了 他没有来 于是他就献了祭 然后后来 那撒末尔教他说 你要把那些神的仇敌灭尽 结果呢 他把他保留了 他说要献给耶和华 结果于是撒末尔气得要死 就跟他讲说 耶和华喜悦 番祭和平安祭 我们一起练皇帝这个部分 请 耶和华喜悦 番祭和平安祭 喜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 悖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梗的罪 与败虚假和罪相同 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地方讲到说 其实就是刚刚像希伯来书所说的 神喜欢的是献祭吗 不 神并不是喜欢献祭 神喜欢的是你这个人的改变 所以呢 那 第七节说 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 番祭和赎祭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 后又说我来了 是要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它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地在后的 那这个是从诗篇这里来的 那诗篇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说 祭物和礼物 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所以你看在这里跟刚刚那个是有点不一样 那你讲到说你为我预备的身体 那在这里他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那番祭和赎祭祭 非你所要 那个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里讲到的 他在这里讲到的这个 开通我的耳朵这件事情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就是我来了就是为了要听你的话 那第二个含义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 他讲到是说如果有以色列人因为太穷的缘故 到以色列人另外的家庭里面去当奴隶 可是当这个奴隶的时候呢 他第七年就是洗年的时候他必须要离开 可是因为他可能在那个主人的家里面 他已经娶妻已经生子了 所以呢他说他不愿意离开 那所以就有一个条例 就告诉他说如果你不愿意离开的话 主人就要把他带到门框那边 然后把他耳朵扎一个洞 扎一个洞 然后告诉他他可以永远服侍主人 所以你那些戴耳环的 我不知道是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 戴耳环是因为要完全的归属 所以他这个奸祭的意思 所以刚刚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 他是表示他有一个完全愿意归属的心 那约翰福音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才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空 那或者是说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才我来者的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他可以一次献上 就立刻有效而且是永远有效 不只是他是一个神儿子的问题 而是他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反计 反计的意思是说他从出生开始 他就预备了要遵从神的话 在他的一生里面他没有违背过上帝的话语 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完全的反计 所以那第十节又讲到说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一次就完全了 那刚刚为什么会完全 就是因为他完全属神 所以对比于你跟我 我们常常献上的就是在罗马书里面 告诉我们说我们献上的是活祭 因为活祭还会爬下来 对不对 献一献就不献了 那那个死祭一次献上去就没有机会了 但是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说我愿意 所以有一个大文豪写了一本书 叫什么《斯乐园》 那《斯乐园》里面就讲到把耶稣为我们诞生的这件事情 他就讲到天上的景象 讲到当神看见世人的败坏 然后就问所有的天使 问他们说你们哪一位愿意为我去 然后所有的天国就在撒那之间激进无声 因为所有天使都知道 那个是专为了神儿子所预备的职份 然后耶稣就站起来说我愿意去 你知道我们的主不是无奈为我们献上成为我们的代数者 祂是自愿的 这件事情实在是 你知道有一种叫罚款 有一种叫捐款 哪一种比较宝贝 捐款 耶稣是自愿的 你看有真的就有假的 耶稣是自愿来替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永远的烦祭 你知道是自愿的 他自愿之所以宝贵 所以可是你看我们 我们台湾人在很多他们在庙会在拜拜的时候 那杀了猪公都要猪咬一颗什么敢骂 对不对 那意思是强迫他说我敢完 他其实他不敢完 他怎么会敢完呢 只有我们的耶稣是怎么样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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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 11节要告诉我们说 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 每一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个祭物永远不能出罪 你就是回到 这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是比较不理解 可是以色列人 那些西伯来人他们很清楚 他们每一次到店里面去献祭的时候 那甚至于那个时候圣殿非常的败坏 你不可能从外地还牵着牛牵着羊 然后要是没有瑕疵的 然后到神的店中要给大吉士检查 这个是不是有瑕疵的 然后你要是一个牛一个羊 可以牵那么久来 没有毛病也给你挑出有毛病 所以呢 他们就要跟那些圣殿的人买 那些法利塞人买那些牛跟羊 然后他们买了以后 然后别人只要看到 是跟圣殿买的 好圣洁的 然后完了以后 就带到那个地方去祭司那边 然后祭司就要叫你 你按手在他身上问你祷告 你所有的罪都归给他 然后就叫他甘愿为你死 然后就把他杀了 然后你就在那边看见你的罪被赦免了 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献祭 然后高高兴兴的你就走了 可是祭司还继续站着 为什么 还有下一通 很多人 每一个人都有罪 今年来了 明年还要再来 所以这就是讲到说 祭物永远不能赎罪 那十二节讲到说什么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所以我们讲到说 站着跟坐着 坐下来就表示事情完成了 不需要再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们的主 他坐在那边只做一件事情 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 我们可不可以参与这样子 这是一个等候的过程呢 神期待我们与他一同在此等候 真的 我希望这个圣经的真理 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神期待 因为他已经做成所有的事情了 所以他坐下来了 然后他就期待我们能够与他一同等候 很多的事情即没有用 需要等候 那所以在这里讲到说 他一次献祭 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永远完全 就是只有耶稣能够的祭 能够让我们一次永远完成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实心跟肉心 当然在西伯来书这里没有用到这个名词 但是他的那段经文是从以西结书引来的 圣灵也对我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以他们所立的约来是这样 我要将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祭奠他们的罪迁和他们的罪过 这些的罪过尽以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然后以西结书怎么说呢 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些的误会 弃掉一些的偶像 我也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履历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耶稣所为我们完成的 不是为我们的罪献上一次的祭而已 而是借着耶稣的完成 使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以前的这个履历 典章写在石板上面 我们看起来每一个字都懂 但是我们自己却做不到 而神今日他将他的灵 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 好像我们从里面能够遵守 这叫什么 改变我们的罪性 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个新造是从神那里来的 于是我们的心里面只有一个 其实那个石板 那石料界面写很多 那我们的心其实没有那么大 大概只能写一个字 什么字 爱 只能写爱 所以 所以那个 刚刚我们讲到经文里面 就是或者是罗马书告诉我们 神的灵将神的爱怎么样 浇灌在我们里面 所以你是被圣灵充满吗 你是被神的灵所充满吗 你里面有新的生命吗 你就知道你里面有没有爱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给了我们有一个爱 我们当我们有一个爱以后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所以常常你能不能够爱神 这就表明 这就证明 你是不是属神的 那 所以 最后 来到最后一段 讲到一个救恩的道路 那 十九节说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邪 得以坦然的进入到自身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着经过 这慢着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我们再分几个地方来讲 第一个 第一个 讲到是说 这个 我们是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去 那 这个 这个是 我跟你讲 基本上来讲的话 圣经的第一 那个西伯来说的第七章 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大祭司是 是启示立的 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宝 然后 八章第六节说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份 职位是更美的 如同他做的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是凭着更美之约 之应许所立的 九章十五节说 为此 他做的新约的中宝 既然受死 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昭之人 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我为什么要修这一段的经文 那个是重叠道 我跟你讲 主要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的主他不是 我们要讲的是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环境 而这个美好的环境里面 它是 这个中宝 中宝的意思是 担保人 因为 第七节的 第七章里面的中宝 更美之约的中宝 是担保人的意思 然后八章跟九章里面的中宝 是一个沟通的管道 仲裁人跟调情者 意思是告诉我们 我们凭着这个约 进入到制圣所里面 可是我们还会有一些的问题 那 这些的问题 由我们的中宝 我们的律师 帮助我们解决所有条文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在耶稣那里来讲 都被解释了 而且 他是我们的 他给我们开了一个 又新又活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那原来 原来我们所有的祭司 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 曼子 因为后面是至圣所 是神所在的地方 可是因着耶稣 在 在马太福音里面 告诉我们 当耶稣断气的那一撒 那他说成了 那个时候 圣殿的曼子 从中间裂开 这个圣经学者是告诉我们 当 西律王盖的那个圣殿 是当时最宏伟的建筑物 而且他盖在山上 所以 在20里之内的人 都可以看得到 那个圣殿 你知道那圣殿有多大 那而且 它是白色的大理石 做的金色的屋顶 所以在 在日头之下 远远就看得到 那个地方闪亮的金光 然后 里面的 这个 这个资圣所里面的曼子 有人是这样说 说要三百个人才有办法 拉得起来的厚重的曼子 那所以那每一年 7月10号的赎罪日 那祭司怎么进去呢 爬进去的 对 这真的是爬进去的 没有办法拉开 因为他们也很害怕 所以一定要隔绝 但是当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面说 成了的那个时候 那圣经记载 那个曼子从上到下 完全裂开 使我们有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新 又新的那个形容词 的意思是刚刚 刚刚才发生 就是那有没有够新 新耶嘛 刚刚才发生 还热的 这对比于旧约 对比于律法 所形成的事情 又活 又活的意思是 仍然有功效 仍然会改变 所以我们的信仰 神的救恩 对你跟对我来讲 是又新又活的 不是只留下条规 而是按着我们的处境 按着我们的需要 按着我们的生样 他会做改变 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 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 所以呢 这个有一个大祭司 治理神的家里面 你知道在西伯来书里面 不断的讲到大祭司 那二章十七节说 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但是为要在神的世上 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所以我们的大祭司 是为我们献上挽回祭 而且献他自己为祭 那四章告诉我们说 我们竟然有一位 已经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儿子耶稣 便当辞令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够提取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是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之观怎么样 坦然无惧 来到私人的宝座前 我要得连续门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以前 以前我有问牧师 说以前刚服事的时候 就问牧师说 这个 我们家的小孩都不太近钱 每次叫他们来教会 都要拖屎狗 纳屎猫才来 亂没见证的 结果牧师就跟我讲说 你的孩子是神的产业 不是来给你做面子的 而且你如果 如果马弟兄所有的一切都好 所有的一切都完美 我告诉你稍微有一点完美的人 就不敢进教会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 我们生命的软弱 我们的失败 你知道在这里他讲到说 这个大祭司是怎么样 他也跟我们一样 他是个软弱的 他是个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即便他是软弱 他仍然没有犯罪 那七章十六节说 他成为大祭司 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人 所以大祭司是体贴我们的软弱 那我们神预备给我们一个环境 就是他有约让我们可以持守 然后他有大祭司 让我们也了解我们一切的困难 所以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 然后可以怎么样 可以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随时的帮助 因为他跟我们一样软弱过 所以我们 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环境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说 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说 要与神同工的路 我们当与神同工 这个经文是怎么来的呢 你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里面 讲到几件事情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洁净的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OK 那在这个几节的经文里面 那你如果是英文的版本的话 英文的版本里面 它比较多的就会讲到 Letters 还有都会在这几个动词前面 加上Letters 就是让我们来 让我们来 你要怎么样能够在 而且你很清楚的发现到 这是一条什么道路 信 忘 爱的实践 所以让我们来与神同工 是因为神要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是需要怎么样 你的配合 你要能够跟神一起来同工 得着基督的心 好让我们在一切的 一切神所允许我们经历的事情里面 在神的家中 我们能够成为祂的器皿 我们能够与祂同工 然后就可以从祂那里 得着更多生命的成长客人 好 那所以 这个 我记得夜光明牧师曾经有讲到 有一篇的道 讲到说如何进入丰盛生命 然后他就用这个 希伯来书刚好有七个 讲到Letters 他这些的 这些就是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事情 是讲到是神已经做好的 那现在这些事情是讲到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什么要做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勉励行赞 那我们来讲到彼此相顾 那相顾是要什么 注意观察思量 意思也就是说相顾的意思 有人相顾到你会很害怕 有没有 有 那 那 不是只有 有一种冷 现在联系人 有一种冷叫做阿嬷以为的冷 我们以前 我们刚刚当父母的时候 对孩子 就认为孩子应该 小小的应该穿很多衣服 结果晚上 晚上带他出去玩去洗温泉 结果孩子一直发烧 然后就 这不可能 父母应该继续泡温泉 对不对 他就带孩子去医院 就那个医生 挂急诊 然后医生 睡眼轻松 拿起来量一量 穿太多好不好 脱衣服 也没吃药 就让我们走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有一种热 叫做爸妈妈妈以为的热 所谓叫做彼此相顾 是说你要去理解他 你不是用你的要求 你以为的好去要求他 那我最近在读立位记 那读立位记 其实我心中有许多的感动 实在是对上帝 充满了恩典跟怜悯的事情 充满了感动 然后立位记的十九章里面 他讲到说 在白法人的面前 你要站起来 也要尊敬老人 也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看我跟你讲 神在旷野教导以色列人 所有事情都教 他教你怎么样在家里面 怎么样子要打扫干净 他说因为耶和华 在你的家中行走 太脏了 太乱了 神走不进来 所以他也告诉你说 年轻人你要教导他 在白法人的面前 那我头发白了 白法人的面前 你要站起来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 看见大人来就这样子 这需要教导 这需要教导 我记得以前 以前 我跟你讲 还军校的 还真的是 像我哥哥同学 他们军人对不对 看我父亲一进去 全部送 整个房子全部站起来 你知道这要教 然后呢 然后讲到说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 和你们同居 就不可以欺负他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们 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们 如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做过几句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知道在 在利维记里面 许多的命令 后面就会加这句话 我是耶和华 我是使你们成圣的神 你知道 这好像就是说 在这个命令以下 神为了郑重起见 盖他的印 我是耶和华 所以这表示 这个命令的后面 神说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怜悯别人 因为我们也曾经这样过 我们需要有怎么样 怜悯的心脏 我们需要有什么 同理心 为什么耶稣又来到世界 那不是三十岁来就好了吗 反正三十三岁半他就走了 可是他愿意从儿童婴儿的时期 就开始经历我们所可能 遭遇的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试探 一切的不容易 就是为了要了解我们 所以当我们在彼此相顾的时候 我们是要注意 是观察 是思量 而那个相顾的原文 他用的字 那个希腊字的字词 是跟天文学家观察 天象的观察是同一个字 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你知道那个天上的星星很难动的 你看到一个晚上 不然也没有动 所以你知道 他就表示他是非常怎么样 仔细了解他的需要 所以我们彼此相顾 是要观察 在他的好处上面 去理解他 去想我们要怎么样 帮助他 然后呢 激发 激发爱心 激发是正面的 是激动 是鼓舞 是示范给他看 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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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勉勵行善 行善 善行 Kalous 西伯拉文叫做Kalous 就是 .. 讲到一个最好的美好的 雅致迷人赏心悦目 慷慨给予尊贵荣耀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卡罗斯 你知道 卡罗斯我是不是 圣经找不到这个字 卡罗斯就是要有这些 你知道 我们应该要 神教导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这什么事情呢 要了解观察别人的需要 然后要能够有成为一个榜样 激发人家 不要去要求人家 激发给人家 人教者送生教者 从啊 你要让人家看见 有一种好的行为 然后我也愿意这样做 叫做什么 激发 期待他有一个 期待他能够有一个 超乎正常的表现 就这个意思 我们要不是勉励 他不是 勉励的意思 不是用嘴巴说 你好棒 你说这个事情就好了 我跟你讲 很多时候 我并不明了 知道 以前我的父母亲 我的母亲 也是这样要求我 所以他越要求我 我是人道 心不道 然后越要求 然后就是越反抗 可是问题 当有一天 神吸引我 我就不会 不是顺着外面的要求 而是从里面 激发我有一个愿意向上的心 激发我有一个愿意去学习 然后我也尽可能的能够做到卡洛斯 我想有卡洛斯就会卡外仪了 好不好 好 然后 所以我们 这个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这是我们要能够操练 能够信 然后肯去爱 然后有盼望的信仰生活 领受 我们来到神变情的呼召 然后进入到与神同工的实际 然后最后成为流转局面的器皿 什么叫做流转局面的器皿 你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个 纯全善良科学的旨意 神把我们 我们每一天 我们每一天大小的事情 有许多的局面都需要我们来流转 到谁来 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的是要叫阳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 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会碰见许多偷窃杀害毁坏的事情 你碰到这个问题 你怎么解决 我们第七节说 就是 哥林多后书的四章第七节说 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着莫大人意是属于神 不是属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被 却不自失望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自失望 这叫什么 这叫做我们外面有许多环境 其实需要我们来改变 然后 我们在地上捆绑的 我们在地上捆绑 在天上也捆绑 在地上释放 在天上也释放 这就告诉我们 神呼召我们 要与他一同同工 然后 腓立比书说 我既然 这样深信 人要住在你们世间 使你们在所幸的道上 又长进 又喜乐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 你的欢乐 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深 你知道 保罗他这个人 他知道一件事情 他到哪里去 可以使他们怎么样 又喜乐 又欢乐 我们常常想 我们去 人家会不会不高兴 保罗他对他自己 很有把握 我去 就能够流转这个局面 我们人 都是先想办法 碰到一个问题 我们想一个办法 我们要实现计划 我们要想一个方式 我们要找资源 可是神 总是先找到一个 对的人 所以 在讲到大卫 他说 我寻得耶稣的儿子 大卫 他是和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我寻得 神找大卫 不是那么容易 我寻得 他找到了一个人 叫大卫 为什么大卫 是和他的心意呢 因为他凡事 遵行他的旨意 神也找到你 也找到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我们是世上的眼 我们是世上的光 不是要你做光做眼 而是要你 因为你就是光 你就是眼 所以 在哥林多后书说 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圣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在这的人 我们就做到死的香气叫要死 在那的人就做到活的香气叫要活 这是谁能当得起呢 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神把我们常常放在一个环境里面 期待着我们是能够改变这个环境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被神用来流转局势的榜样 撒姆尔在一个四世纪那么荒凉 那个没有亡 然后大家都要做亡的局势里面 他出来 他出来 他听见神的声音 他为以色列家努力地祷告 其实并没有马上就有果效 按照圣经来看 二十年以后 以色列人的心取向耶和华 然后约拿丹 约拿丹谁 约拿丹谁 扫罗的儿子 扫罗王的儿子 以色列人败破到什么程度 菲利斯人要攻打他们 整个以色列人只剩下六百个人 躲在山里面 而且六百个人里面只有两把刀 一个王拿的 一个就是约拿丹拿的 所以约拿丹跟着他的另外一个伙伴 被他拿兵器的 他有个感动 他说我们上去打那个菲利斯人 我们露出来的脸 让那个菲利斯人看见 如果菲利斯人说你们上来 那就是神把他交在我们的手里面 于是那个拿兵器的说 好你去我跟你去 这是送死的行程 这个真的是不错 这个不知道是哪里请的 好 就这两个人 只有一把刀 两个人一把刀 然后上到菲利斯人的营中 但是 因着他们愿意去 整个局势被流转了 整个神死菲利斯人 整个营里面 大大的害怕 于是所有的以色列人 从天南地 被听见菲利斯人 这个逃跑 都出来跟 都出来要来打菲利斯人 你知道 成为流转环境的器皿 然后 和神心意的大卫 他在许多的事情上面 他不自己去找寻 做王的方式 而他听凭上帝的时间 那以神家为己任的 李西米 李西米认识吗 李西米是做王酒阵的 他有一个 他能够在王的旁边 做他的酒阵 因为以前的王 都很怕人家毒死他 所以那个酒阵 第一个工作 就是要喂王喝一下 看会不会死 不会死 所以这个人不能经常换的 所以 他可以说 以色列离我 耶路撒冷离我那么远 干我什么事 我这个 你们去就好了 这个 我心里面支持你们 可是他没有 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 他听见这样的事情 他流泪 他祷告 他在王面前 告诉王说他要去 他可以随时没有命的 但是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神的家中 我们所需要的 不只是知识而已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使命感 我们的信仰 有没有办法带出 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感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需要扪心自问的事情 那讲小一点的事情 就是像五饼鳄鱼的故事 耶稣在那边 所有的五千个人 上万个人 因为五千个是蓝丁 可能还有女人跟小孩 可能上万个人 在那边饿着肚子 在这样子一个局面里面 那边又没有开Seven 对不对 只有在那个局面里面 就是因为一个孩子 愿意交出他的五饼鳄鱼 使得环境被改变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期待我们每一个人 都成为一个流转局面的器皿 一期结束二十二章的三十节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 重修强缘 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这国 却找不着一个 我们每次来到神家 我们讲到说 我们需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其实 这就是这个意思 神在我们当中 寻找一个人 愿意站在破口之中 有一些人来到教会里面 他们带着伤心 他们带着死亡 有一个人 他需要有一个温暖的绑壁 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他需要不只是当面的祷告 他更需要有人 想到他就为他祷告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成为流转环境的器皿 不只是在教会发生 而是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阶段都应该要发生 因为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 是我们成为神 流转这个环境的器皿 我们怎么来流转呢 我们需要借着祷告 在我的心里面 我常常为我教会当中 许多的家庭 没有办法一起来到教会 侍奉神 来到教会敬拜神 我常为这以为遗憾 所以我就常常也为这事祷告 可是我也相信 我也期待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看事情的太困难 我知道我们都为这事祷告过 可是问题是 每一次这些困难的事情 其实都是神要与我们一同同工 奥古斯汀他的母亲 为他祷告了二十年 那林师母常常说 看见我就看见 我母亲祷告的果效 我从小我母亲就为我祷告 直到如今 他虽然已经在父那里 我相信他仍然为我祷告 我们对于许许多多 我们所期待的 但是未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 我们外面不抗争 可是我们里面绝不放弃 神给我们的托付 就是我们要成为 流转环境的器皿 我们要活出 那生活生命的美好见证 好吸引这些人能够来跟从我们 所以我们在明天开始 我们将要21天的RPG 我们会请同工们在每一天 在教会的群组里面 投出一段的经文 我们期待 你有RPG的小组 可以一起来祷告 你祷告 你有家人可以一起祷告 你祷告 没有人你与圣灵同工 你祷告 我们就是一同举手 在破口当中 我们求神使用我们的祷告 使用我成为流转这环境的器皿 所以 神把这样子浩瀚的伟大的恩典 交托我们 可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起来祷告 好使神的旨意 可以因着我们的祷告 可以运行遍地 那25节说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其实这原文的意思是说 你们不要停止自己的聚会 意思就是 在聚会的时候 这是一个我们生命成长 最必要的一个环境 我们在一起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 我们可以彼此的关怀 我们可以激发爱心 我们可以勉力行善 我们可以在那一日 就是当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一日 如果你不常来教会 你会很不习惯 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教会 每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都把他当作什么 在天国的那日的预演 我们就是来到父的面前 向他敬拜 我们就在父的面前 聆听他 对我们心所说的话 所以不可以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你不来就会停止 停止就会习惯 习惯 就你要知道那日将来到 那日不是说 有个困难的日来到 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日 好 其实这个最后的一点 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再说了 因为这个是要跟十一章连在一起的 我们就留在下一次